财神爷生生患 好运挡不住吗 来看一看 大年初五 树林读得了大乐透 四亿多元的投奖的得奖人 日前去对奖了 而台采也透露说 他是27岁 一名单身男子 是个上班族 他说在开奖前一个晚上 耳中一直听到了 大乐透 大乐透这样的声音 隔天就去买了彩券 果真赢得了大奖 台采董事长 上月强昨天说 这个中奖人是花了 350元电脑选号包牌 中了投奖 还有六注三奖 那么在税后呢 是报回了三亿两千多万元 中奖人说 他并没有宗教信仰 平常也很好入睡 但是在开奖前一晚 却是难以入眠 觉得耳朵边一直听到 大乐透大乐透 这样的声音 而隔天中奖人 刚刚好到公司去值班 想到前一晚的预感 下班之后 就到了公司斜对面的树林 人人贺彩券行去买彩券 原本因为排队人潮太多了 还想要换到住家附近买 但是想想 还是继续等吧 结果真的成为投奖得主